李盛志喜欢喝可乐 去超市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可乐 于是李盛志随便拿了一瓶雪碧 雪碧也行吧 透亮 清爽 雪碧也很优秀啊 所以不要太纠结了 李盛志安慰自己 就这样李盛志带着雪碧走到了收音台 这时候李盛志在收音台发现了一瓶可乐 最后毫不犹豫的把雪碧换了